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 我就给他救什么花 好的话想寄养 寄养的臭宝可以联系我们后台 然后这个东西有点贵 它是一个樱花 动中亏豹可见一斑 这个东西一颗300多 他买了两颗700多块钱 你给我寄过来一颗 先开箱 我就喜欢臭宝们寄这种贵的东西 反正牙死了不赔 然后寄养是不收费的 就是来回的快递费是需要治理 我发现最近花友们就不如去年的臭宝 去年的臭宝里面还有 这个就有点水大了 也怎么没事 还用了这个铝条去绑的 直接剪刀剪断就行了 你看到没上面这个就是水大 这一小磕300多 我的天哪 收斗 斗个啥 那羊死了不非 顺便练手 好多这臭宝就说 让老花衣给你养花 那还不就是点个鞭炮 让人家买个鞭炮让人家点吗 你想啥呢 你听着想不就行了 水大宝 你想让植物长根 不是说浇多少水它就能长根 植物在略干一点的时候 它才爱长根 你看这个我现在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 先晾先晾先晾干了再说 现在水那么大你操作的干啥 咋操作 天气也热啊 它用的土没毛病 用的是吃鱼土啊 也是日本进口的 根系也很哇塞 咱们就换个略打电耳盆 让它缓着就行了 哎刚好啊 我手上哎 有个盆 这种上就行了 刚刚好 它喜欢这种鞋子 是吧 感觉 现在咱们能做的是啥 能做的就是先等干了再操作 就是水大了 就是水大了 加点土直接种上就行了 你看这个根系哈 像樱花的一个根系呢 它跟杜鹃很像 它是一种毛细根须 毛细的一个根须呢 不适合在这种很 很那个很潮湿的时候碰 一碰它就把根都给伤坏了 咱们接下来加入一点底土 就给它种上就行了 别的又没啥 先种上过点时间再弄 好 加土 刷一把吃鱼 点到底下 刚好 都不用干别的了 是吧 也加不进去土了呀 把这个 它这个表面的土 稍微给它拔了拔了 稍微拔了拔了 它还在用个水苔保湿 不考虑问题 这个宝贝 就这样吧 缓一段时间再说吧 里边也加不去啥呀 啥也加不去呀 还能加进去点吗 应该差不多哈 能加进去一点哈 我的天哪 吸出来多少水 你看 吃鱼进去就湿了 是吧 嗯 吸出的太多水 现在这个石器啊 任何肥料都不用 任何水也不浇 现在能做的就是给它放到通道 然后呢 找一个托盘哈 找一个小托盘 找这个托盘是什么目的呢 放到这来 放到这来 托盘里面呢 然后加一点点水 再不要超过这个盆子的底部哈 就让它蒸发一下 明白吗 这个托盘可以尽可能再打 就让它有水蒸气上来 现在咱们能做的这个就是 让它通风透气就行了 通风透气一段时间 先让它缓缓 先干了以后 我再再度的进行别的一个操作 再用一些给你比方说 呃 其他的东西啊 比如说一些个杀菌的呀 或者说什么的 现在已经太湿了 就什么都不干 现在呢 醒一醒 这个阶段就叫醒苗 好吧 好了 这个臭宝的花呢 就先扔在这就行了 现在别浇什么水了 呃 也是看情况 如果说有的花友呢 寄过来的 即使是它根性 特别特别特别的湿 但是叶子会有些尖 我们也会浇一遍醒根水 它有醒根水 有定根水 知道吗 宝贝 那你简单的一盖它就行了 希望这种 这种花友的花呢 先反应过来再说吧 过来我们再研究它 好了 就不知道就点个赞 那如果说想寄养了 错宝了 可以联系我们后台 运飞自己出 养死不肥 刚才那个大花冲就死了 我说花一 养花就在一 白了 嘿 这个水大了 这个 都烂了在里边 惨的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一